Hello 這次是最嚴堂的事 最嚴堂 再說回上次的題目 上次你教了一條計劃 賣關子之後 扣著照片 上次講到 此觀很重要 跟李我叔 一班前輩 吃飯 多數是播音 背音 譚秉文也在 另外如果大家認識 近時陳柱光 後來做了一大輪配音 這些人 黎彼得 這些人都是唱家班 厲害 陳柱光以前 在我小學三年班的時候 我最喜歡聽他的節目 在黎的福星 叫做殺人王 那個節目 改編 紅綠日報的主人 任花 當年的名著 叫做殺人王 很多集 紅綠日報當年是唐西風月最出名的 他裡面有一種 如果香港也叫做小報 小報 即是有味的 他是說 樂而不飲 娛樂性豐富 不過也有一些 未被敵 所謂紅綠日報 紮戒 又不夠計 後來的幾張 沒有那麼老骨 沒有那麼老骨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 蕭風寺 一到這些所謂厭情小說 他通常是用古文寫的 不是用白文寫的 文言文寫的 他有標點 但是如果你 含蓄一點 含蓄一點 不懂 你都怕者看不明白 短短百里二百字 涵難都是用文言文寫的 後來呢 因為文言文寫 兩筹都不動案 文人式文文 又不會看你 不是看 不是有少少文化基礎 又看不明白你 會不會是文人 沒有那麼色情 一樣色情 後來轉為三級底文 三級底 香港看的文言文 香港看的文言文 兼且白話文 再加廣東話 廣東話也有寫的 三級底又有它的趣味 全程達意 我寫的淫婦列傳是用三級底寫的 大家留意 有樣版 二十幾三十年寫這本書都是用的 用這個三級底文寫的 是挺有趣的 有另外一種寫的趣味 說回李我那晚 是他 結婚六十周年 鑽石婚 中文叫做花竹重逢 一個甲子 那樣的甲子 慶賀他之際 很多人都懷念當年 天空小說的聖方 天空小說真的有一格 上次也說了 他教人先寫五十字 然後擴充 成為一個長篇 但是 現在為何不能再有這類空中小說呢 第一 就是因為沒有這個人才 人才凋零 他教了徒弟 譬如鍾偉明 蔣昇等 除了他老婆 蕭雙女士之外 還在世其他都拍攝者 但沒有人接到棒 之後呢 社會又不太流行這種空中小說 這種空中小說呢 在外國仍然有 我舉個例子 我就買過一本audiobook 聽英文 讀一個故事出來的 讀什麼呢 讀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很多角色 他一個播音員 扮演男男女女 老老亂亂 即是讀一本書給你 就讀一本書 角色的對白 扮演一聲 扮演一聲 即是以前你我鄧忌晨那些 但他也是對著一本書讀 不是原創的 不是原創的 不是原創 有人作了一本書 現在理我一些就是 他閉上眼睛原創 所有角色都在腦中出現了 是的 這個也好聽 不是沒有 也有這種 但是 沒有計時 這個人才沒有 第一 很簡單 這種 臨時不用寫稿 可以創作到一個小時 我看香港都 難找 難找 難得爆肚會有 不是爆那麼多 是的 有故事性 故事性 這個才難 這個不容易找到人 這種創作人 還不是單元 是連續 還記得 下次有些人出來 有伏線 第二 就是扮演聲 鄧忌晨扮演六種聲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有一個聲帶 聽著他扮演六個人 有老有亂 有扮演一婆 有扮演一公 有他自己中年 有女人 有小孩子 還有一個 六個角色 完全不同 六個角色 不同 還有 如果他需要的時候 可能 再扮演一些鄉下畫 可能會多了另外一些角色 但那些角色也有 聽得到的 這個是八婆聲 這個是擺公頑固聲 都聽到 小孩子聲天真 都聽到的 這些就是一絕 現在沒有了 現在就是失傳了這種 有些人不練 還是沒有機會 還是怎樣 我看 第一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 要嚴格去學 我看是要嚴格去學 我看是要嚴格去學 我們生出來的聲線 很難找到他 有六種角色 這些真的要 懂得運用口腔、鼻、喉嚨 有很多喘魔才行 真的要練 要練 沒有辦法 還有發音 在整個面部 還有聲線 不是發音 不簡單 聲線 在鼻 在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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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喉嚨 都是需要練出來的 很專門的 很專門 更難學過一種語言 要扮其他人 對 比較難 但現在沒有 創作也沒有 技巧也沒有 這種會慢慢失傳 會失傳 沒有的 又說起這種 我又不知道你小時候 你小過我一些 但不知道你有沒有 去榕樹頭聽過鼓呢 沒有正式聽完 走過聽少少也有 即是講鼓仔說書人 即是在喉嚨 很久之前 我就無言見識 哦 這個是中國的一個 很特色的 表達方法 表演方法 用樹頭講鼓 是的 用樹頭講鼓 嗯 那 這種講鼓法 以前 就是街頭賣藝人的一種本領 首先 他要很熟悉的故事 當然你說那些故事 我說那些故事 就不是你我那種 創作故事 它是一種 坊間流行的故事 如果你聽過 後來 請了他去收音機 譬如 那位方榮先生 白一公 蒙蒙地鼻 但是 他全部靠他記憶後來 說出來的故事 很動聽 這些故事是 中國坊間的一種 流行小說 譬如 即是將回小說 七合五二 譬如 譬如 那時候不要寫這條絕 譬如 有三國 有三國 講三國 譬如說包公案 譬如說彭公案 嗯 甚至乎 後來 鍾偉明 先生 講的 我是山人 我佛山人 那類的 廣州 寄激小說 嗯 幾小說 就是 文博小說 他是 講打架的 廣東十虎就是黃飛鴻 如何行俠仗義 路見不平 這些 然後就是 奸人在民國初年 如何為悲作大 但是 這些作者 所謂寄激小說 他本身也是一個寄激家 嗯 都是有底的 打得的 嗯 於是他描述出來的那種 呃 寄激 拳腳 嗯 或者用刀棒 嗯 都非常之 呃 出色 生動 生鬼的 嗯 他真的懂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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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有經驗的嘛 就是那個年代啦 如果沒有記錯 你說文國初年到戰後那個時代 的而且確 就是出來行走江湖 也有溫暢的那一刻才可以的 嗯 況且見得世面多 甚至可能親自有江湖經驗的 你說出來更加有說服力 這種寄激小說呢 這種寄激小說呢 不外呢 他也是一個 娛樂性 娛樂性很豐富 就是因為他很描寫的那些 故事內的主人翁 嗯 譬如這些 紅禧觀 方世玉 嗯 有傳奇的人物 譬如五梅師太 或者這個 奸的呢 就是百味道人 嗯 或者是馮樂德 但是是不是這個環境 令到他們沒有辦法 不練這些絕技呢 說話 是 因為榕樹頭的人 來去自餘 通常都是收工之後 就是 有少少時間去輕鬆娛樂 看見那個港股佬 是吸引的 是吸引的 坐下 他扮靈母的 有時候是拜約的 吸引一下 那你們又買收錢的 收錢的 收錢的 就等於很多人拿著樂器 走一曲 你覺得他真的 啊 走得很好啊 一搶也好啊 打賞 這個港股一樣 嗯 那為什麼會說這種小說呢 又不是創作的呢 有它的社會背景 嗯 譬如呢 當年呢 這些所謂 公案小說 嗯嗯 公案小說呢 就是講這些包 就是審死官的 對 彭公案 這個包公案 等等呢 這些所謂公案小說呢 其實 底下後面呢 就是幾樣東西的 嗯 第一 是古時的偵探小說 嗯 有一個懸疑在這裡 它有一個 案件 嗯 這個案件可能是真 可能是 作 總之是戲劇化 戲劇化 一定是戲劇化 可能是一件謀殺案 可能是偷竊案 嗯 然後呢 這件案呢 轟動了那時候的朝野 或者那個地區 嗯 現在呢 就重新 講一次聽 嗯 變成了 這件案呢 這個懸疑性 懸念性呢 就 立刻出來了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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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想聽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或者 殺夫 不如你 潘金鍊殺夫 老婆 人們很喜歡 很過癮 嗯 刺激 對他來說 這種公案 小說 真的 在那個年代 有他的賣點 嗯 但另外 這個賣點 更重要 除了他是那個八卦 所以現在說八卦新聞 即是娛樂啊 懸疑之語 是的 還有其他事情 最重要這個社會意義呢 就是 能夠為人民說怨 哦 警惡情間 警惡情間 譬如鮑青天 真正的鮑公 在歷史上 就不是現在所說 那麼大權力 嗯 又不是那麼精明 哈哈哈哈 也不是 那麼 那麼 日頭就 就審案 夜什麼就發夢 就原流皇再審一次 沒那麼神奇 沒那麼神怪 也不是黑臉 嗯 又不是陰陽眼 有正眼的額頭那裡 是喜劇花嘛 是 又沒有張龍照虎 嗯 又沒有公孫先生 整個班底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配角都可以配上去 是 是 又不是有個沒有打小生 是跟著他的 錦暴鼠 嗯 這是事實 就是這樣 但是呢 作了故事之後 為何要加這些 就使出神秘氣氛 嗯 為何要是英雄這樣呢 很簡單 是 在社會沒有公義 嗯 沒有人 能夠 拍胸口 出來 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 大家就希望有一個 有救星 哈哈哈哈 英雄就是期望出來的 借這個包青天 包青的小小事息 就變成了一個 人間的期望 嗯 都對 這個 心理平衡來的 心理平衡來的 有一個這樣的包青天出來 遺文請命 是的 那我呢 雖然現在被冤枉 但是 如果世界上 朝廷上 真的有一個這樣的人 我還有一個地方 還有希望 希望去訴苦 上品 或者現在叫做 去 上書 上房 啊 不會被人說 謠言惑眾 啊 打成招都有啦 就是啦 這樣大家對 那些人有共鳴 對 這種形象 說書人厲害就厲害 去緊構到 那個聽眾的心理 是的 不只是說 一把嘴那麼簡單 抓到心理很重要的 社會需求 是的 社會需求 抓到心理很重要 是的 變成 說一說出來 就 加鹽加醋之後 嗯 觀眾呢 就 心底 在意識裏面 就希望這樣的人 於是已經聽到了 嗯 再加上 你 潤色 嗯 強調 嗯 將故事再 twist 嗯 再扭扭它 嗯 將它的氣劑化 嗯 加重 又加些笑料 又加些味道 娛樂性很重要 娛樂性豐富 一來 就容柱頭經為幾十人 越聽越多人 這樣就賺到吃了 就是這樣賺到吃了 就是這樣賺到吃的 我覺得很直接 現場觀眾即時給你反應 真的有的 你對著電視沒有反應 兩樣東西來的 是的 為了要說得動聽 以及可以有這麼長的幅度 那些英雄書人有其一套 嗯 有其一套的方法 有其一套的方法 嗯 講到這裏 一定要說回以前 無論東方西方 都有一項行業 叫說唱 嗯 你聽過說唱吧 是 彈琴的 是 講故事 羅賓漢 嗯 你記得嗎 記得 是一個說唱故事 嗯 中國都有 有這種說唱 可能是平壇大鼓那類 嗯 就透過一個 有小小音樂 節拍 嗯 然後呢 有部份唱 就是舞台效果 沒錯 有部份唱 有部份是講的 有演的 因為他 去到那裏 必定有些感情 有些動作要 就像現在電影也是主題曲一樣 是啊 沒錯 那麼 很簡單 這個 這個觀眾呢 又可以欣賞他們的技術 因為他有說話的技術 有化聲的技術 還有還有表演演出的技術 唱造街 整個舞台效果都在 對 唱造都在 唱造都在 有音樂 令到那時候 那些人移出如癡 移出如醉 還有現場 現場 即時有反應 有很多 到時有說書 及上升的效果 一到這效果 就等於現在的棟篤少 是的 不斷地在夜晚一刻 收工 耕耕田 去到虛鎮 輕輕鬆鬆 還沒回家吃飯之前 或者吃完飯之後 鋪著一條舌 鋪著一條舌 就是盛量 盛量 聽鼓 不要駁鼓 但那些是娛樂 當時的社會簡單很多 日出而作 日出而適 日出而適 聽完之後 很開心 就回去睡了 有娛樂 如你所說 如果真是緊構到心理 那些人有希望 产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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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整天屈住 鞦氣 所以這件事很大社會功能 絕對是 這個 用樹頭廣鼓 在50年代 因為用樹頭逐漸沒有 買少見少 只剩下很少的用樹頭 我小時候 六七年 在那裏流浪 每晚都去用樹頭學師 偷橋 看看那些大佬 怎樣說故事 說到大家懂得聽 第二 有很多學師 有很多學師 怎樣賣東西 怎樣銷售 那些人銷售東西 真的銷售得很好 不是只是賣藥 不簡單 不是 有很多東西的 譬如賣頭蠟那個大傻 他的銷售 其實有個名稱 叫Demonstration 示範 示範 他整個3A市 頭蠟 是膠 很多人害怕 又香又膠又稠 整個都塗在頭上 整個都塗在頭上 這是現場示範 現場示範 那你整間都塗在頭上 15分鐘他又塗一次 15分鐘就塗一次 都很賣力 很賣力 有時候是塗法宇 法宇都要命 凡事林 不是凡事林 雜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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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賣到的 賣到 他就給你看效果 我不知他回家怎樣洗頭 都是絕技 那時候是否有大光燈拍照 有大光燈 就是那些叫做 趙田雞 趙田雞 你聽過趙田雞 聽過 但我還以為火水燈 那大光燈就是趙田雞 趙田雞的意思是因為 因為當年去那些淤泥很多地方 譬如退了潮的食刊河 或者沙田河 這些地方一退了潮之後 那些淤泥下面有很多田雞 那時候經常說吃得的那些 那些淤泥就是泥 不是污染物 那些年代沒有這些 因為他退了潮之後 就是自然環境 就是沼澤 就是泥灘 那你就拿著大光燈 就去到沼澤那裡 就是火水燈 就知道他那裡有田雞 他就鑽在洞那裡 那你就找一盞燈 射下去 照下去 就叫做趙田雞 為什麼趙田雞 因為趙田雞就捉了 趙田雞就捉了 為什麼趙田雞就捉了 因為原來田雞很怕光 一有光 他就找前面兩隻爪 遮住自己的眼睛 捉住自己的眼睛 捉住他的人就過癮了 看不到人就捉你了 對 捉住他 捉住他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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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住他 捉住田雞粥 捉住田雞粥 無上的滋味 捉住田雞粥 宵夜 很棒 又滋寶又美味 捉住他 家宋 回家把田雞摩坡皮 砲製田雞粥 捉住田雞粥也挺過癮的 都是樂趣來的 現在沒有環境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河的淤泥 沒有了健康淤泥 現在河都不健康 說回融樹頭 融樹頭 融樹頭 大光燈 其中一種 融樹頭其實是一個博覽會 什麼人都有 博覽會的意思是 因為他是民間記憶總會 差不多 有雜傻的有 有賣東西的有 最重要是幾個大的category 一個叫食 食就多東西了 小販坦蕩 什麼的食也有 但他又不能夠煮菜煮到炸至雞 不會是大唐酒館那隻 多了一些小食 炒田螺、綠蜆、綠燭、綠燭、牛雜 總之就是街頭小食 有風味 有風味 鋪一張木板 坐著很矮的椅子 在那裡 嘲田嘲田 嘲田嘲田 炒辣 一著 吃那邊 最厲害的就是 出碟菜 很厲害 沒有什麼大菜 小食來的 不是為飽肚 不是為飽肚 就是宵夜 燒蜆 很過癮 第二種就是 吃之後就是衣 就是賣藥 不是 穿衣服的衣 原來 譬如在對面海 即是這面海 香港島這邊的大塊地 即是現在信德中心那裡 那時候是一個港澳碼頭的前面 拍車的本來 日偷就停車場 空地一塊 即是那天你去吃飯那裡 還沒興建那間 還沒興建那間 日偷公眾停車場 停一場 晚上就清晨停一場 人自然會走 怕他 約定續成 大家賺錢 那樣的 有所謂 衣衣 衣服 即刻 和你度身 即度這麼厲害 你還沒見過 買衣繩也沒見過 不是 現在度身 做西裝服 及襯衣 厲害 我出世了遲 沒見過這種 拿著西褲 拿著一度 拿著一度 拿著一度就明天有了 所以襯衣 即是後來輪到 阿叉 尖沙咀 那些 後來 可能前那段時候也有 但不是那麼多 以大立地做西裝褲為準 襯衣 襯衣 襯衣� 很少做成套 可能有 普羅大總 你不會整套老闆做出來 穿兩件襯衣褲 那時候開始有白領 開始多白領 對 沒錯 襯衣 西褲標準 打一條胎就可以了 一百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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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貴的了 一百銀 那兩三條西褲 最準的 所以單調膝一定要的 那你就多幾條褲換 那就是西裝褲 夏天 很高檔的了 德國糧 很高檔的了 那就是E 這個系列的E 女人 多十位 女人 有沒有三褲買 我就不太覺得 因為那時候我小時候 去做褲 為什麼要在那裏做呢 因為那裏做 就是全港最好的Style 哦 最新款的 最新款 是即造的 即造給你 讓你看 原來今年 阿詹士丁 喜歡牛仔褲 那類型的 西褲是這樣的 威猛的 你想最有型的就是在那裏做 即抄 即抄 就是那些水手妝 紮前 紮上 闊下 都是那裏 那裏 即刻有 即是最時髮的 大約有了 大約有了 女人有沒有呢 我就不太記得 好像沒讀 要問一問 飾物 我記得是多些 就是頸巾 那些 這個我不敢說 因為我沒有光顧過 另外一種 就是 小的裝飾 小的擺設 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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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按頭上 紙鎮 日曆 開信刀 那些 日常用品 那些 日常用品 很多 實際都是 很實際的 在那裏有一個賣 大塊地還有很多 這些就是 生意 有些是 Service 做衣服的 就是Service 另一種 真的是Service 譬如什麼呢 譬如 寫信佬 寫信佬 因為當時 有很多人 是未識字的 又在大榕樹投靠 和離鄉別井的人都多 沒錯 香港有很多人 也都是海外 不只是女人 寫封信給老公 或者老爸 男人也有不識字的 都有 那個年代 不太普及 還有 有些拿著打字 拿出來打字 打字 英文 這下厲害 寫中文字 英文打字 中文字都不錯 都用行書寫 有英文的 為什麼呢 我懷疑而已 我沒有證據 懷疑是什麼呢 是懂得背文 他一輩子 就有求職信 哦 他懂得背幾篇 打字 你叫他逐個字 他就不懂了 打字 他就能打到 成本信 為什麼呢 一背 他回家 背了幾款 問候信 求職信 都很實用 都很實用 很實用 賺了幾毫子 很好的 那晚就幾好過了 那個年代 生活水平低 大家所謂平民夜總會 就是這樣來的 但這下 寫信我見過 但打字 打字 我記得見過 打字 打回英文信 正常的求職信 我相信 他就是認識那幾個 最實用的 等於律師樓的時候 打契 打契 那個師爺 你改了一個名字就可以了 那個師爺 未必一定會英文 但會背契 整個賣樓契都背了 每句解釋都可以 每句解釋都可以 但是 做了幾十年 實用 實用 最重要是打你的蕭公子那三個字 不要打他的名字 那三個字都不要緊 不要緊 都可以 這個就是一種 這個服務很實用 另一種 就是看廠 又是叫照蓮雞 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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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光燈的油燈 這樣東西 通常 我做也可以 通常有幾樣 一款 就叫文姻園 女的文姻園多 沒錯 男的文事業 這個文姻園 通常有些女生 怕鑑虛 那些工廠小姐 或者有那個 阿麻芝花 雖然說 雖然說 就說 唆喜 唆喜 放心一動的時候 都是人 都是人 不是姓人 都問一問 這個 先生 當然 眉頭眼額 看通 挑通眼眉 而且很多是江上派 江上派 江上派 英姚編 就全都教了 有口訣 口訣 我幾年前 已經寫過 江上派的英姚編 全部登出 譬如說 如果那個人 一來到新鮮 頸漂亮 穿一些 光線 很漂亮 你知道 她是有錢 她來到 當然是 想考你 要特別小心 即是踢館 踢館 即是踢館 踢館 有些 例如女人 而且沒有任何求你 要業業 然後 單身而來 你一知道 不慈花底,花底是做妓女,做雞,叫花底,就是人家的愛妾 為什麼呢?他想問一下前程 還有福爾摩斯 微問已經知道了 父親當然是關心子女的前程 如果子女問父親當然是問健康 沒錯,你也對 福爾摩斯 就看他什麼時候死 有些人是這樣的,看著眉頭眼壓 真的孝順子女就說一套 你想著父親什麼時候死,又看到 什麼時候分身家 所以有一批江上派,或者心理專家 真的觸心理 有些共通,賣東西也好,服務也好,看相也好,觸心理也好 或者問前程也好,甚至乎測字 對,測字,測字 是算命的一種 長夢,發了一個夢來解釋 對,今天給5毫子一元 昨晚看到,什麼什麼什麼,早先 說這幾句話又聽不清楚 究竟說什麼呢? 很多時候如果沒有記錯,發夢會問什麼呢? 問馬錶 有些人就賣錢 紙花也有 你那天看到那個 是不是三毫子,三毫子 是不是有靈感 沒錯,懸吉 不說什麼呢? 總之是那一類的 娛樂得來,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阿次那裡是偷師 又歡迎在旁邊學 他不趕你 不趕的,你製造氣氛 等於有觀眾在那裡 即是沒有心的觀眾 有心做妹 你都是黃人樓 所以我在那裡也學到很多東西 好事來,好事來 這一類就是 但現在沒有機會學東西 也有的 不同的氣氛 大千世界大官員 什麼人都有 擱展其妓,競爭有進步 你這一檔很反應 那一檔是學的 那一檔又要很反應 你才有那個 百花齊放的氣氛 就是這樣 這類也有 當然來到 紮吉 你都會 燒災解難 祈福 都有的 也有實用的 看相更加 問八字 有些是夾八字的 有些來問恩縣 那你就看著人的表情 你就慢慢說 要看他的反應 要看他的反應 中不中 中了鼓下去 找些東西試試 試水溫 原來水溫很激烈 慢慢跟著激烈去 這些技巧很重要 你跟人聊天就是這些 還有一隻 那些人都很奇妙的 那些人都覺得很過人 就是叫小鳥擔籤 算命 小鳥跳出來擔籤 那些人都想著小鳥不適性 那些人會擔著我 教導的 原來教導的 給他一些提示 敲多少下手指 一擔 都沒有所謂 你擔錯擔硬也沒有所謂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要擔那張卡 寫著一個燒字 我就有排解了 你問什麼啊 蕭先生 我問前程 我現在有份工作正在見 行不行 實行 為什麼呢 成也蕭河 敗也蕭河 無論如何都能兜到 到頭來 你說不可以破招牌 你聽清楚啊蕭先生 敗也蕭河 凡事不要他那麼盡 那人就做錯了這筆 你一定是穿錯衣服去 原本都可以的 那些人反應快 集結多 認識的 識者的東西 十分豐富 通識來的 這樣呢 隨機應變 你說什麼字 你說拆什麼字 又跟你拆到 你說什麼情況 他都可以拆回來 總之呢 你消費者 多少 花多少錢 一定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這個呢 這個呢 又是另外一種 厲害 你說賣東西 就是賣一點 這個呢 其實呢 也是剛才說的 用樹頭 是一種 智慧來的 Wit 英文叫Wit 這種呢 亦不輸蝕得過 你我講故 嗯 亦亦方圓講故 他有他就得錯 這些亦是要講 現場他那個應付的能力 互動很重要 懂得看美國的能力 那個能力 是吧 你的現場互動能力 差 鬥不了 你鬥不了 人家就 踢你鬥不給錢 拆你招牌 你哄得他開心 唱好你 拔多幾個人來看 或者呢 現場都 加碼 打相也多些 加碼也多些 我親眼見 這種 當然後面還有一些娛樂的 譬如 雜耍 雜耍少一些 耍功夫也有 耍什麼功夫呢 武大刀 沒有那麼厲害 最厲害的就是 一種叫小型硬氣功 心口碎大石 睡釘床 那些是大一點的 小型的 在地上 撿一塊磚出來 砍它 然後叫你畫個圈 然後他啪 就咬住它 這塊磚 這塊磚 有沒有做手腳 就不知道 是不是很早 還沒開檔之前 丟在門口呢 不知道 我就不敢說 總之有效果有氣氛 有效果 因為就這樣撿一塊吃 都講吃一個小時 當然他也有很多藥 譬如有一個到現在 我也不明白的 鐵打藥 他叫做 強力消化劑 這個到現在 我也不明白 這是藥 藥 一顆丸 用蠟包著 拆開蠟 吞那顆丸 這位老友 三十多歲 他就說 要賣這種 賣這種 大力丸之類 他說 靈仔 一指指著我 我不認識他的 靈仔 你信不信 你看樣子就不信 就像玩魔術 找人上台表演 你看你的樣子就不信 你這個靈仔 又不是做妹 我不是做妹 我真的跟她 真女學 沒有親沒有親 又不認識她 禮頭就走了 被他一手 借住 強力邀請你上台表演 四眼仔 幫忙 大哥 大叔 怎樣幫忙 遮眼鏡 你一用 很貴 我那個是保健 也是 幾皮 幾皮都貴 那時候 怎樣幫忙 大哥 我現在 我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 我現在借你的眼鏡 用 我首先 拆掉你的眼鏡 玻璃 一聲就拆掉玻璃 拆掉 然後 現在 我又吃了你的玻璃 不是掛那麼厲害 吃了就啃死你 他自己說了 吃了就啃死自己 不會 因為我吃完 馬上吃大力丸 強力消化 吃玻璃也不用 吃釘到燈 然後 整個球丸拿到口 一直叨 炸 薯片 薯片 調整 飲口水 沖下去 吃了那個丸 撥聲 接下來 灑犀犬 灑犬犬 虎嘈 禮守 然後就給你一個框,就沒有了一個玻璃 所以我至今都忌憚 但他真的吃了你的眼鏡? 這個到現在,這個特地風光 就是很有可能,我沒有證據,捉不到他的小孩 就是他手快換了你的玻璃 他那塊可能是像玻璃 可能是一塊冰糖 最有可能 透明冰糖 冰糖也最像 那時候用膠 當拍戲,我們都是用玻璃 玻璃叫Sugar glass 透明糖 撞到玻璃門出去,割不爛,割不傷 就是Sugar glass 甚至乎有些拿著瓶,兜頭 爆瓶也沒事 爆瓶也不會死 是糖來的 Sugar glass 這個是不是他手快換了Sugar glass 我懷疑 但是他用了,你就用手換給我 但是如果你拿著玻璃出去,就穿崩 就是了,實力待起 看法也是 不知道 就是玩魔術一樣 就是玩魔術一樣 但是沒有了,你就沒有了玻璃 你就要去換玻璃 那又不見幾皮了 那又不見幾皮了 但他就沒有賠給你了 都很有效果 說到這裏還沒有說完 只是由你我天空小說 說到當年,熔樹頭風暗 都還沒有說完 很久了 這個聚研堂 我下次找多個老友 好啊 又來講一下這些 這些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次官 他現在退而不休 就是教年輕人 怎麼為之搞創意 怎麼為之編劇講故事 但是現在沒有了熔樹頭的環境 沒有了李我叔在現場示範 點化你去搞創作的話 所以有很多人現在覺得青黃不摺 這件事的而是環境不同了 你沒有了那個因素 令人有機會 例如像次官那樣 真的在大塊地熔樹頭 看著人家現場給予反應 幾年了 你沒有了這件事 即是人與人的交往沒有了這件事 即是說 你要他們真是 心裡吸收到如何 看人反應 或者控制人的感情 怎樣打動人心 是沒有那麼到位的 你對著電腦做不到 這件事是完全不同的玩法 這件事是真人好玩很多 繼續在下次兩次 精彩 我真的要多給大家 真的要多給大家 今晚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拜拜